在雷根圖書館見面這一場呢 包含共和黨跟民主黨跨黨派議員 眾議員在內有18個人 那我請問你這樣很低調嗎 沒辦法低調 這樣一點都不18個人還叫低調的話 那我問你到幾個才叫高調 所以你看18個跨黨派的議員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議員是誰呢 是眾議院的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的主席 叫做蓋拉格 好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這蓋拉格為什麼重要 這蓋拉格就是在一個多月前 在美國的眾議院裡面說 只要在美國有支持蔡英文總統的動作呢 就會遇到像蔡總統這是遇到的 會有中國動員來的這些疑似 從黑幫跟群體動員來的 拿錢來抗議的人 這個蓋拉格就是講說 美國那個中國還透過在美國的 海外警察組織動員這些中國人呢 去現場做這種抗議蔡總統的事情 所以他早在一個多月前呢 就預言說這種事情還會再發生 結果呢這次有沒有發生 發生了 而且敘述這件事情的眾議員呢 他這次也到現場去會見蔡總統 那所以我請問你 當這樣的會見結果 他會是低調的嗎 不但不會是低調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對於中國的行為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現在就是一個進行事正在發生 把他一個多月前 預言會發生的事情呢 現在剛好變成直接上演成當天的石禁秀 讓所有的這些眾議員看到原來 他們的同僚在一個多月前講的 中國會搞這種拿錢到現場抗議的事情 是真的 是我們看到中國用盡各種手段 其實都是自曝其斷 而且反而是凸顯 台灣跟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國家 那現在當然也是要注意 中共到底還有哪些動作 除了這些找人去抗議之外 他們的福建的所謂的什麼軍事層面 也突然就宣布了 他們的環球網 就說要在今天要啟動 台灣海峽的聯合巡航行動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行動呢 跟以前的軍事差別又在哪裡呢 來冠婷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 朱翔哥 中國這次真的是死掉未及 首先他們在本來 國際上已經討論說 麥卡錫眾議院議長 可能會訪問台灣的時候 他們極力的想阻止嘛 阻止到的結果變什麼 變成是讓1979年台美斷交之後 再次有外交的突破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登陸到美國之後 會見的最高層級 見到眾議院議長 這是個外交突破 那這個事情是中國死掉未及的 但是我還是要先講一下 其實美國跟台灣都很克制 我們有在很多低調的地方 都有盡量給老公面子 比方說這次麥卡錫的會面 不是公開的 是閉門會議 那早餐會談之後呢 後面各自對外面 論述剛才討論的東西 其實美方也一直要給中國面子 可是中國現在沒辦法 史料未及啊 你當著抗議抗議 麥卡錫就算來台灣又怎樣 麥卡錫來台灣也沒有創新的紀錄啊 之前裴洛西來過 敬銳器來過 你自己造成的嘛 所以中國現在要有反應嘛 結果中國反應是什麼 中國反應是 他們的巡航救助船 海巡06 哇 要來侵擾台灣了 我說真的 當時這個新聞大家看到的時候 是有一點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過去啦 中國看到台灣在外交有突破 或重大事件的時候 他們大概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發射飛彈嘛 第二件事情是 軍艦或軍機來擾台嘛 我舉賴清德副總統他去登記選 就是想要民進黨內初選總統的時候 當時就軍機擾台 我們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 平均一天啦 大概六七架 當天啊 一天飛到28架 這就重大事件嘛 那這一次呢 那個麥卡錫說要見 那個小英總統之後 你看 老共一樣嘛 共機20架次 飛過來到我們的公里 而且都超越中線 對 但是架次變多嘛 從六七架變成20架 可是很特別的事情是 他們突然秀了這一個 就是台灣海峽聯合巡航行動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外界之前大家就想說 一定是大概軍艦吧 我認為這叫類軍艦 為什麼 海巡航是一台怎樣的船隻呢 它是一台巡航救助船 它128公尺長 排水量大概6000公噸 那你大概以它行駛的距離 大概可以開到1萬海里 所以簡單來說 過去中國發的所有的新聞 跟軍事迷 在台灣這一台戰艦 這一台船艦 也穿上戰艦救助船 的論述都是說 它是整個台灣海峽沿岸之間 中國所擁有的船隻中 救難船 盾位最大 航行最長 可以救人的啦 所以簡單來說 那這跟軍艦不一樣啦 這小轟嗎 所以有人就講 如果說 中國最後面對麥卡錫 一件小英總統 所採取的行動是 除了空軍飛飛以外 是派這個巡航救助船 來繞一繞 救難船 那其實真的還好 其實還好 但是還是要提高警覺啦 這我要講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其實中國現在更緊張的事情是 日本 韓國跟美國的這個聯盟 越走越近嘛 你看到 在那個 就是2017年以來 在4月份 韓國跟美國 美國所進行的 自由護盾的經驗 為什麼叫自由護盾 自由其實就是捍衛自由嘛 護盾就代表說 這是一個防禦行動 防禦什麼事情 防禦北韓現在 對於核導彈的擴充嘛 北韓現在大概五六十發 核導彈 他們目標喔 目標希望能夠到達300發 300發到後面什麼狀況 會比英國所有的核彈還要多啊 所以北韓一直在擴張 那現在美國跟韓國的這個聯合軍演行動 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2017年沒有執行過 結果現在執行下去 又做了一個紀錄 SAD首次試射 首次這個系統啟動 2017部署完之後 SAD在南韓從來沒有正式 實際的測試過 這一次實際的測試 我跟大家講 美國跟韓國想要搞什麼 美國跟韓國現在最努力的方向是 他把部署在南韓的SAD系統 跟愛國者三型兩邊的系統 希望能夠做整合系統整合 整合完了之後 未來就變成是150公里以上 空域的部分交給SAD來防禦 40公里以下交給愛國者三型 那對於整個第一島鏈 以後中國或俄國或北韓 這個現在犧牲叫邪惡軸心 如果想要突破第一島鏈 就有SAD系統可以跟愛國者一起防禦 因為現在美國所部署的SAD 除了南韓以外 第二批的SAD部署隊 就在第二島鏈的關島 所以第一島鏈就靠南韓的SAD 第二島鏈在關島這裡 所以在南韓的SAD系統就非常重要 重要的故事我要講這個 因為整個國際的局勢就是 已經不是單別個別國家 以前我們討論俄國跟北韓的關係 俄國跟中國的關係 單一的嘛 可是現在變成一個聯盟嘛 以前是美國跟日本關係 美國跟韓國關係 美國跟台灣關係 可是現在變成一個聯盟 所以我覺得因應這一次就是小英總統出訪 中國可能採取的動作 目前各界評估是我們不能 就是不提高警覺 可是可能的態勢會比長江中來的低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事情是 我們整體的台灣 日本韓國跟美國的民主聯盟 還是要因應整個中國他們的相關的軍事行動 來傑民哥怎麼看 因為這個中國突然說要這個啟動 所謂的聯合巡航 讓人家感覺是強度降低很多 那這是因為包括剛剛冠鐵說 美韓美飛都在進行軍事行動 所以讓中國有所忌憚嗎 事實上我們之前談到就是美國 對於中國的說法是Not today 就是說今天不要開戰 意思說美國的勢力 還是比你中國更強 但是軍演的所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Fight Night 你如果敢挑釁的話 今晚就讓你知道這個狀況如何 所以以前是這個我們說蘿蔔嘛 Not today 我們大家好來好往 我們不需要戰鬥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對付怎樣 棒子下去啦 就是Fight Night 因為這一次這個軍演 其實是讓中國非常的訝異 而且非常的震驚 怎麼說呢 因為以前你很少看到 日本跟韓國一起做大規模的軍演 而且會動用到美國在韓國的軍事基地 以前你說用日本軍事基地 也就OK嘛 但我們就計理位置而言的話 對不起喔 韓國離山東半島跟遼寧半島更近 更近 對 而且你知道他們軍演的地方 直直北京 只有一千公里就可以直接到你北京了 因為我們說過去不管什麼 環太平洋軍演等等 很遠 很遠 這就是韓國耶 直接就在你的山東半島前面了 好 那當然這件事情 而且這一次非常震撼性的事情是 不只是我說他們說有這個 我們說他把航空母艦靠近過來之後 他其實還執行了 剛才說自由護盾 其實是個大架構 其實裡面有20多場的各式各樣軍演 歡迎戀inci人 ness施 像 企業